今天台北股市 又漲了100點 今天這個高點 已經來到了今年的新高點 那觀眾朋友這個時候 一定想要問啦 就是說到底這個行情 還會不會漲 那在講這個行情之前 我們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我們先跟大家做報告 那當然有很多觀眾朋友 跟謝老師反映啦 就是說晚上12點半到1點 這個時間的確是 稍微比較晚了一點 那謝老師我們也跟公司 去談了這個事情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 你真的覺得這個節目 你太晚了 你沒有辦法收看的沒有關係 謝老師這個地方跟大家提 關鍵下一秒節目搶先爆 基本上那個我們 這個當然不可能是 凌晨12點半才錄影的啦 那我們當然也特別 把這樣子的節目 我們先做上傳的動作 所以呢你如果說 你可以在網路上收看的話 你可以在網路上搜尋 不論你是用Yahoo也好 或用Google也好 任何的搜尋引擎 你搜尋亨達投顧 然後按下去那個搜尋之後 就會跳出我們公司的這個名稱嘛 那你如果到了我們公司的一個網站 基本上這個地方有研究報告 那麻煩各位啦 每天開盤之前看一下 謝老師先 謝老師幫大家寫的關鍵早報 每天四點多起床幫大家寫這個 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你要看這個節目的一個部分呢 這個地方有謝老師的一個照片 那你就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影音 那更新的時間大概是在晚上7點鐘到8點鐘左右 那你如果說真的沒有辦法那麼 沒有辦法那麼晚收看的話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去做收看 好這個是我們簡單跟大家做的一個報告 回到行情的部分 那今天這個行情創下 今年以來的一個新高點 那實際上 這個也是猴年啊 就是說很多觀眾朋友要問說 到底這個行情還會不會漲喔 基本上謝老師要告訴各位 你與其問這個行情到底會不會漲 我覺得觀眾朋友 你應該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到底還要錯過多少的行情 觀眾朋友 過去這四天的時間當中 台北股市已經漲了384點了對不對 所以我簡單跟各位做分析 原則上這個行情 我在今天的早報當中 我也有提到這個技術面 那基本上出現了三個跳空缺口之後 當然短線上會有壓回修正的壓力 但是我過去我跟大家提過了 這是一個下降軌道的突破 回測之後再往上攻 這是一個趨勢的扭轉 那既然是這樣子 有任何的回測 你都要去找買點 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結論才是最重要的 觀眾朋友你要把它記起來 好 但是回測找買點的過程裡面 要買什麼股票 這個才是重點對不對 好 那我想在這個部分 要講買什麼股票之前 我們一定要先跟大家提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今天是盤面上 大家注目的焦點 包括媒體今天早上 都是用頭版頭條 在跟你講這一檔股票叫做利空 這檔股票叫做台積電 好 所以你看今天 我相信有很多人覺得說 今天行情不應該漲才對 那個報紙寫出來 台積電都是大利空 那為什麼股價會漲 現在我是要告訴各位 基本上你看一家公司 不是只有看他講什麼 包括你看頭顧老師也一樣 不是只有看他講什麼 你要看他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東西才是重點 叫做聽其言觀其行 基本上這個地震的問題 觀眾朋友你不要被媒體騙了 這個都有保險 他不會影響到他的獲利太多 重點是這一家公司 接下來的展望 這個才是重點嘛 那為什麼我剛剛提到說 要聽其言觀其行 你如果我看謝老師的節目 你會知道那個重大法術會的訊息 謝老師都會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做分析對不對 所以我對於這個法術會的訊息 那個內容我都記得很清楚 所以你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話 觀眾朋友你應該還記得啦 台積電在什麼時候法術會 1月14號對不對 實際上不只是1月14號 包括10月15號的法術會 他怎麼講的 他講說第一季 半導體的庫存會去化完畢 實際上7月份也是這樣子講的 所以一路以來張忠謀董事長 他跟你一直強調的概念就是 我第一季會是整個全年的谷底 對不對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你看到這個股價 這一波一路以來漲到今天 他也漲了10.2% 觀眾朋友你不要覺得 這10.2%很小 這是台積電耶 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漲了一成以上的一個幅度 而且這個價格151塊 他是還原全值創下波段新高 那什麼意思 就是代表 如果還原全值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已經突破去年1萬點的 那個高點的位置 當然我不是講說 大盤會漲到1萬點 但是你知道 這個代表兩個意義 第一個 大盤絕對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不對 因為台積電股價創下新高 第二個重點則是在於說 台積電在創新高的同時 你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你才能夠賺到錢 觀眾朋友你過去這幾天 如果你有聽謝老師的話 你有去做進場的 你或許會覺得賺到錢不難 因為每天大概股票 都會有一些向上做反應 但是我告訴各位 這個時候 整個盤面上好的股票很多 但是能夠讓你賺到 大錢的股票卻不多 為什麼 因為好的股票 其實都通通往上漲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如果要在整個操作的過程裡面 你不是只有看今天 或者是看這個禮拜 你要賺3%5%賺一成 你不是要看這個 你如果在股市當中操作 你要賺的 當然是有機會 3%5% 甚至一倍以上的一個獲利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做 找股票的動作 你說什麼樣的股票 才具有這樣子 股價大漲3%5% 甚至一倍的一個機會 觀眾朋友 過去你看到那些 大漲一倍的股票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很簡單 它毛利很高 對不對 我想同志是一個例子 對不對 那包括什麼 高成長 它後續的那個空間很大 所以大家很看好的狀況底下 那個股價一路往上推 對不對 這是一個翻倍的概念 但是這樣子的股票 你很多 你會知道很多這樣子的股票 過去很多翻倍的股票 都是這樣的概念 對不對 但是這個時候 它股價是在這裡 對不對 那你如果這個時候 你要買到那種 當初那個起漲之前 那個位置的話 你是不是要再加上一個條件 叫做低基期 好 那你說符合這三個條件的股票 叫做什麼 當然叫做IC設計 因為觀眾朋友 你在市場當中 稍微比較久的投資朋友 你都知道IC設計是國內 我不敢講說 它整個是百分之百一定最高 我應該這樣講 它是國內台北股市當中 平均毛利率最高的一個產業 對不對 謝老師這樣講沒有錯吧 它符合高毛利 而且如果它有新的商機的話 它是不是叫做高成長 而且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可以發現一個問題 都沒有人在跟你提IC設計的時候 它當然叫做低基期 所以以這樣子的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時候你要佈局的方向 當然叫做IC設計 IC設計很重要 所以要講三次 它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謝老師在什麼時候跟你提的 觀眾朋友 我剛剛講到台積電法說會 你如果有印象的話 這我一個字都沒有改 這是我1月15號 當時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提到的 我說當金元代工的龍頭表態 那一天台積電漲了4.18% 我說你是要去買台積電嗎 不是嘛 你要去買IC設計股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我說剛剛提到 你說要聽其言觀其行 公司也一樣 老師也一樣 不是只有聽它講什麼 而是它帶你做什麼 所以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除了汽車電子族群之外 我帶你做的是不是就是 整個IC設計 包括像什麼 包括像是當初 我最早跟你講的 4966的F普瑞 你看當時最低點在190塊 然後那個時間點是1月8號對不對 然後一路到了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它最高點漲到311 過去這一個半月的時間裡面 它漲了63% 觀眾朋友你要的不是6% 你要的不是10% 你要的是3成5成 甚至1倍的機會 如果以63%來看 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它漲了6根停板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到這樣子的股票 這個才是你現階段 你需要佈局的一個方向 我不是叫你去買這個位置的普瑞 而是你有沒有辦法買到 這個位置的普瑞 觀眾朋友你去想一個問題 你如果今天那個股價 在相對低級期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短線的震盪你不會怕 因為你也頂多就小套牢對不對 而且你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有時間去做佈局啊 你看這一檔股票 我從1月8號開始跟大家提 你看過去這一段時間 它是不是讓你可以買多少 你可以安心買嘛 買多少你想買多少 都可以買多少 只有股價噴出去 這個才是你獲利的一個契機 對不對 那另外包括什麼 包括我過去最常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提到的 IC設計的股王叫做F系列 你看這檔股票其實也是一樣啊 你從1月15號 你看當時我講IC設計的時候 你不要說多啦 你買這個位置就好 你看這一段時間裡面 是不是都會有低檔的時間 讓你去做佈局 然後股價往上去做大漲 你看過去這一個月的時間裡面 它漲不多 剛好漲了100塊的幅度 觀眾朋友 你看到這樣子的股票的時候 你操作起來不是會比較安心嗎 你買在這一些位置上面 那些短線的震盪 你會不會擔心 不會嘛 因為你知道它後面 有高的一個成長動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我過去 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提到的 IC設計類股 但重點 不是叫你現在去追普瑞 不是叫你現在去追系列 好啦 你說普瑞讓你再漲 好啦 你覺得它能夠 從300塊漲到600塊嗎 你覺得F系列這時候讓你買 你可以從460漲到900塊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這個時候 你要回頭過來看這個位置 當初在這個位置的IC設計的一個股票 不是嗎 好 所以你說這樣子的個股 有什麼樣的股票 謝老師跟大家做提醒 當初我們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提到一個重點 這應該是2月15號的節目裡面 我跟大家提到的 我說大連大的法說會 你看又是法說會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我說重點不是看它的標題 大連大看淡第一季 這看淡第一季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剛剛講了嘛 張忠謀董事長 它早就講說第一季是庫存去化完畢 但是它沒有成長嘛 對不對 那個本來就是一個谷底嘛 好 但是在這個部分 我說重點在於 它法說會的內容 到底講了什麼 半導體今年會成長1.79% 產值3400億美元 第二個是成長動能來自於 智慧型手機跟SSD 觀眾朋友 F系列過去一個月 它為什麼股價能夠漲100塊 因為它出貨惠榮跟三星的 SSD就是那個固態硬碟的 電源管理IC 這個是我過去 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提過的 對不對 好 那 系列漲上去之後 你SSD你要看什麼股票 當然是看這一檔股票 叫做8299的群聯啊 我知道今天股價沒有漲 我知道今天所有的人 都在跟你講漲停板的股票 很多人跟你講生計股 但是我也講過了嘛 這個時候禮拜天 浩鼎要解盲 你是這個時候你要去拼嗎 觀眾朋友如果你有看當初 積壓怎麼走的 我相信這個時候 你不會敢去拼那個股票啦 你與其這個時候去拼浩鼎 你為什麼不等待說 浩鼎解盲結束之後 去買那個相對低級期的 這個生計股對不對 這我在過年的特別節目裡面 我其實有跟大家提過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部分 不是你要看的部分 你要看的是 這個時候在相對低級期 有機會複製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 系列走勢的 那群創不就是一檔股票嗎 你看這股票是不是底部 對不對 而且我過去我在節目裡面 我跟大家提過了嘛 這一根帶量長紅往上攻擊 好 那後續壓回 這個帶量 那你說壓力的區域 不是在這個位置 那它怎麼樣去突破 這個壓力區域 它是用跳空的方式 往上去突破這個壓力區 現在股價在底部 觀眾朋友你不要覺得說 這幾年群聯股價很牛皮 你不要忘記了 2006年這檔股票 一度漲到700多塊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是要跟大家提 你看你與其這個時候 去追460塊的F系列 系列去年前三季 賺10.35元 股價是460元 群聯賺多少 群聯賺15.16元 股價250塊 是不是符合了 我們跟大家所提到的 高毛利高成長 而且是低級期的股票 所以這是一檔個股嘛 對不對 那另外包括什麼 包括我剛剛提到 今年成長動能 這一定要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SSD是一個對不對 另外一個叫什麼 叫做智慧型手機 很多人講說智慧型手機 有什麼成長動能的 現在我是要告訴各位 我之前我跟大家提過 你即便今年的 他們飼料機構預估 就是今年的手機 大概成長不到10% 那你要想啊 每年有13億支到15億支手機的需求 他每出一個零組件 一支手機一個零組件就好了 他也是15億支的需求 不是嗎對不對 好所以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說講到智慧型手機 你會想到什麼 絕對不是想到宏達電腦 我講的是IC設計 當然想到是聯發科 觀眾朋友 聯發科是我在什麼時候跟大家提的 這個地方請稍微幫我們帶進一點 這個時間什麼時候 2月15號對不對 我那時候我在節目裡面 我跟大家提到 我說這一檔個股連續 四次測200塊的那個低點 200塊的那個整數關卡 它是沒有跌破的 結果你回頭過來看 你即便你聽夏老師的話 你在2月 那應該是2月16號早上的節目 凌晨的節目 然後你在16號早上去買 你看到今天今天聯發科 一口氣漲4.76% 今天三天的時間裡面 你如果那個是2月16號 你開盤去買是208.5 到今天220塊 他也漲了多少 他也漲了11塊半啊 觀眾朋友 你說11塊半很少 這是聯發科耶 這是大型的股票 這是讓你可以買起來 很安心的股票 但是夏老師要問各位 很多人都說 聯發科我買一下很安心 你說11塊半 夏老師跟大家講的是 是關鍵的一個轉折點 你說這一檔股票 你說好 老師那漲長11塊半 好像沒有很多 問題是你過去 你自己操作聯發科 觀眾朋友 你有賺到這11塊半嗎 沒有嘛 那為什麼夏老師跟你講之後 這個地方 開始有底部出來的訊號 這個對於產業的研究 這是需要花功夫的嘛 對不對 好 那智慧型手機 聯發科是一個 還包括什麼 包括Type-C Type-C的部分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追蹤 一檔股票叫翔碩 你看這股票是不是 也在相對的低基期 我說投信停損 會逼出最好的買點 為什麼 你如果去看籌碼 現在翔碩的那個 投信的持股大概2000多張 但你說這股票 它會不會砍到全部沒有 不會嘛 所以你說它還有多少張可以砍 今年你這個股價為什麼 之前股價它會打回到低檔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因為今天消息出來你才會知道 就是華碩的部分 它下修今年的 它手機的那個 Zenfone的出貨量到2500萬支 那因為翔碩是華碩的子公司嘛 對不對 但你要去想一個問題啊 這樣子的消息出來之後 華碩股價今天有沒有跌 沒有跌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你再回頭過來看翔碩 翔碩這個股價來到相對低檔之後 它前面利空反應完之後 接下來華碩要開始出貨了 而且不只是華碩嘛 還包括了Notebook要不要用 這個電腦的部分 要不要用Type-C也是要啊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它後續的成長動能在後面 所以絕對不是這個時候 你去做砍價的動作嘛 對不對 那還包括什麼 你剛剛提到的 我們剛剛提到的 都是相對高價的IC設計股票 我過去我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提檔二字頭的股票 對不對 我說2月18號 Apple Pay中國上線 跟銀聯卡合作 Type-C通過高通認證 1月份營收創1年多新高 我知道很多人拆出這檔股票 所以我今天我也直接告訴你 不用再拆了 這檔股票叫做維權店 好 但是你看到這個部分 今天股價開高走低對不對 很多人告訴你說 這叫做利多出進 Apple Pay今天中國上線嘛 那現在我是要告訴各位 你如果認為這個叫做利多出進 那取決一種狀況 取決什麼狀況 取決你做股票 你是想要賺3% 賺5% 還是你做股票要賺大波段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剛剛我特別強調 銀聯卡的部分 在哪 的原因在哪裡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你知道全球 那個信用卡發行量 最大的股票 金融卡發行最大的股票 是哪一家公司 你知道嗎 Visa不是 Master也不是 但是我告訴各位 就叫做銀聯卡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銀聯卡 現在全球發行量超過40億張 換句話說 平均兩個人就 一個人有一張 有那個銀聯卡的部分 所以他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長期多頭的 一個大趨勢 他在突破收斂三角形股價 往上漲之後 後續當股價震盪壓回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沒有上車的 你才要跟著我們好好布局 這一波持股的一個機會 所以謝老師告訴各位 這個時間點你重點不是要去賺 那個一天的到底一根漲停板 而是這個波段 一個大波段的行情 你能不能夠把握到 所以謝老師告訴大家 如果說這個時候 你希望能夠在猴年 幫助自己反敗為勝 希望幫自己創造一個大財富的 謝老師告訴各位 元宵節還沒到 所以算過年嘛 新春福袋特別企劃688 基本上到這個禮拜 我們會把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把它結束掉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 你可以好好把握這一波的機會 那第二階段節目回來 還有什麼樣的個股值 大家做特別留意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 馬上幫各位做解析 歡迎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所以每天時間都不太夠 不過我們還是要先跟大家提一個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節目時段 你真的覺得有點太晚 沒有關係 關鍵下一秒節目搶先爆 基本上你上網搜尋亨達頭顧 這是我們公司的名字 然後進到我們公司的首頁 那基本上這個地方 你有看到研究報告對不對 謝老師要跟大家提 因為節目時間不太夠 所以有一些東西 我們會寫在早報裡面 那你每天早上開盤之前 謝老師4點多就起來寫早報了 你每天開盤之前 你稍微觀察一下 你至少對於當天的行情 有個方向 那你如果說要提前 不要那麼晚看到 謝老師的節目的話 你可以點謝老師的照片 那我們進去就可以看到 當天錄影影的檔案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簡單跟大家做分析 那回過頭來 我們剛剛跟大家提到 這個時候重點你要找 高毛利高成長低級期 那因為很多股票 他高毛利高成長 但是高級期了 例如說像什麼 像是同志對不對 這股票我過去 在12月23號講 你看這裡你哪裡都可以買 短線震盪也不用擔心 股價後來漲上來對不對 好但是這樣子的股票 我說你也不用再追了 你也不會認為說 同志會漲到800多塊 就漲一倍不會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看什麼股票 相對積極的股票 例如說像是F印利 這股票我是2月15號 跟大家提的對不對 我說他賺的比勝利多 賺的比同志多 但是股價他還沒有到同志的一半 對不對 所以相對來講 股價低估的狀況底下 你看這股票到今天 他是不是創下波段新高 好然後我昨天我在節目裡面 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一檔 隱藏版的汽車電子股 不是3289的宜特 宜特我們已經做完了 重點這一檔個股 我說去年前三季賺的比同志多 股價不到三位數 他也是突破第一根 那你看這檔個股是什麼股票 這檔股票叫做宜頂 5289的宜頂 它是業界唯一通過多重車載 防電子波干擾 認證儲存的裝置商 聽不懂對不對 我要跟大家提重點 你認不認同那個自駕車 是未來的趨勢 就是那個車子自己開 是嗎 那你最怕什麼問題 電腦出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你怕一些干擾的時候 你是不是這些要有 防電子波干擾 它是業界唯一通過的嘛 而且它去年賺的比同志還要多 所以你看這個股票 你說老師它短線上已經噴出去了 沒有關係嘛 這裡其實不是最好的買點嗎 對不對 那這裡沒有買到 往上噴之後 拉回來哪裡可以買 我說過了你要看的是一個 中長線的波段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相對低檔你佈局 你才會有股價漲上去 有那個獲利的機會嘛 就好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聯發科 聯發科這檔股票 你說我們講完之後 三天漲11塊半 觀眾朋友你覺得好像很少 但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你自己做聯發科 你有沒有賺到那11塊半 夏老師不是說去虧你或怎麼樣 但是你要去想一個問題嘛 為什麼夏老師講之後 這股票會連續性的搶漲 過去聯發科都沒有出現這樣的走勢 對不對 所以包括聯發科 包括我們跟大家所提到的偽權店 很多人告訴你說是利多出境 但是重點是你是要賺385% 還是一個大波段 你想清楚這個問題 銀聯卡發行量超過40億張 平均全球每兩個人 就有一張銀聯卡 那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偽權店跟銀聯卡的合作 這個我想不是新聞了啦 但重點是 你有沒有辦法把握住 那個最好的佈局點 所以夏老師告訴各位 基本上這一波我們做的就是 車用相關 以及在整個IC設計的部分 它才符合低基期的概念 那你想要把握住這一波的行情 趁著過年的元宵還沒有結束 新春福袋特別企劃688 我希望觀眾朋友 好好把握這一波的一個機會 節目進行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